赤膊的男子 雙手紧握 捧在肚子前 表情痛苦 神社慌張 旁邊的救護人員 趕緊引導他上救護車 原來幾分鐘前 男子才因為不當操作木工機具 切斷了自己的手指 十六號上午十點 神信男子到親戚家借用木工電鋸台 但沒想到對於電鋸操作不熟悉 用右手扶著要切割的木頭 手指才會碰到齒輪面 因此遭電鋸拒斷 同行的朋友趕緊開車 到附近的消防隊求救 木頭上還留有神信男子的血跡 被緊急送往醫院急救 還好沒有大礙 但專業人士提醒 操作大型機具有一定風險 電鋸都是在自動運轉的過程 所以你只要手去碰到 基本上都會有受傷的疑慮這樣 好在男子的手指 在搶救過後順利接回 但這起意外也凸顯出 操作大型機具 還是得有專業人員在場 比較保險 記者下軍廠王千玲 新北市報導 下集見